军大夫 金大夫果真难干 大王 你看他从秦国带回来这些珠宝 真是样样都好 寡人心里清楚 此番少不了你的功劳 大王过奖了 那秦国太后与大王乃兄妹至亲 若不是他想倚仗大王的鹦鹉 急许大王帮衬他 怎会如此的谦卑 臣只不过是虎假虎威 谈不上功劳二字 想不到这列国相争 倒叫一个小小的应女占了便宜 今上 那她的性情如何才能如何 只不过是一个见识浅漏 胆小无知的妇人罢了 什么主意都要臣帮着拿 臣一说联姻 他马上说亲上嫁亲 臣一说上庸诚 他连眼都不眨 就答应把上庸诚 送给公主做嫁妆 简直是糊涂愚昧至极啊 孤儿寡母善主国政 秦国无人意 那秦国太后还说 要让娘家人帮忙她 娘家人 是啊 她说大王有一个右弟叫敏荣 在楚国一无所成 不如派过去辅佐她 好啊 这个芈戎确是个无用之人 留在这里有朝一日寡人还要分封于她 能去秦国最好不过 大王 秦楚要联姻 你可要想好 这秦国的公主 到底要许配给哪位公子才合适 秦楚联姻是大事 秦国的公主自然是要留给太子了 大王好偏心呐 那太子早已成婚 太子妃又无过错 何必多生事端 倒是我那可怜的儿子子兰 至今还未娶清 你这个做父王的 就半点心思也没为他着想嘛 大王 大王 好好好 许给子兰 许给子兰 臣妾帝子兰谢过大王 大王 谈到两国联姻 不管是公子成亲 还是公主出嫁 那都不是朝夕可成的事 兵贵神速 既然我们想要秦国的上庸城 就得让他们 看出我们的诚意来 那一近上之见 如何让他们 看出我们的诚意呢 我看 不如让太子入秦为制 这样就可督促秦国 尽快交割上庸城 靖大夫真是老成谋国呀 大王 这既不可食 时不再来呀 大王 大王 好了好了 不要再咬寡人了 此等大事 寡人须三思而行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惠后对你们的恩惠 要在今日报效了 是 蒙敖将军 这位是禁军统领蒙敖将军 蒙将军 他们事先说好了 今日他们几个 装扮进军带他们进宫 只是挟持住太后 逼他退位还政于大王 并请回甘相 一切不可莽撞行事 更不可商人 那是那是 蒙昂将军 只管放心 听说了吗 义须王回来了 说是击退了公子轩立了大功 那太后还不好好赏赐他 那是当然 也不知是赐爵位还是珠宝 绝被珠宝算个什么 太后 一定把自己都献给那个胡人了 大胆 寡人最狠干活偷奸耍滑的人 罚你们把同龄的水喝干净 若有一滴残留 就割了你们的舌头 是 是大王 走 大王要去哪儿 交房店 来 上次在朝堂上 我只说了句 让他们在家中安心养病的话 那些个朝臣们 一个个竟然病全都好了 看来有的时候 我的医术 比那些太医院的太医还要高呢 前些日子 我们给稷儿和义渠君做的两件新衣 放到哪儿去了 我去哪儿 你来这儿干什么 听说最近朝堂上有人闹事 你母亲呢 义渠君 见了寡人 怎么不跪拜行你 还挺像个大人 小子 这剑可锋利得很 不是你能玩的 小心伤着你 快进去 告诉你母后我来了 你听着 这是咸阳 不是你们义渠 既然到了咸阳 就要追寻大秦的国法 外臣要入朝就要奏庆 得到批准才能进宫 更何况 也要进的是我母后的秦宫 我要偏进哪 问问我的剑 就凭你啊 放开 放开我 小的别得寸进尺啊 易渠君 稷儿 月儿 易渠君 你没事吧 你儿子想要我的命啊 这殿是误会 你看见了 这流的可是血 易渠君 母后 母后 去承明殿面壁思过 去承明殿面壁思过 我回来之前 不许出门 易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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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啊 弄疼你了 让我看看 你看你这个人 伤口还在流血呢 你还知道关心我 我与你这个太后 早就把我忘了 稷儿还是个小孩子 你跟她呕什么气 我可没跟她呕气 我是跟你呕气的 行 就算是我错了 也让我先给你 抱好伤口再说 你还管我干什么呢 你让我死了算了 就你这点傻 想死 没有那么容易 月儿 叫我翟莉 我知道你叫翟莉 我这个名字啊 是一个秦人给我起的 他说我们是翟戎中的一支 所以以翟为行 你知道吗 我这个易渠的名字 易成你们的意思 就是黑马鞠子的意思 他说黑马就叫泥 黑马鞠子 对啊 我出生那会儿 马舅里刚好也生了一匹黑马 所以我母亲 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你眼下也是匹黑马鞠子 而且是匹野马 一点小事你就反觉脾气 来 婚后有令 杀死蜜月 上京五千 封关内侯 十一万乎 别叫我易渠君了 叫我的名字 翟莉 黑马鞠子 对 再叫 黑马鞠子 大点声 黑马鞠子 再叫 黑马鞠子 你 你 上 五千 来人 快来人 抓刺客 保护太后 快 保护太后 走 翟莉 你怎么样 翟莉 我没事 翟莉 翟莉 快来人 大人 太后无恶 太后无恶 但是 翟莉君受了重伤 太医已经感到 正在给他摇伤呢 宫里怎么发生这种事 那些杀手 都穿着禁军的衣裳 这事 肯定跟禁军有关 如今掌管禁军的首领 该是蒙老将军 正是 把蒙熬给我抓起来 大王 请用膳食 不吃 拿下去 大王 饮食有序 不食伤身哪 多事 我母后回来没有 我问你我母后回来没有 刚回来 我去找母后 大王 您还是别去了 怎么了 太后在宫内遇上了刺客 幸亏义渠君替太后挡了一箭 但义渠君却身受重伤 他死了吗 没有 只是如今 他住进了 住进了 住进了哪了 住进了 太后的寝宫 什么 大王 您别去 太后让您在承明殿面壁思阔 他还没云准您出去 您不能出去啊 他算什么东西 敢住进我母后的寝宫 他也配 早知道当时 我就该一箭杀了他 大王 您不是不知道 他几次救了太后的命 这 这次义渠君伤了很重 亏得义渠君身子强壮 太医又医治得及时 不然的话 太医渠君 你终于醒了 易渠君 快躺下 别动 你的伤 太医已经处理过了 没有大碍 放心吧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太后 查到什么了 庸大人查出 刺客背后的竹鼠之人 是惠后和公子华 微臣惭愧 他们怎么会进得了秦宫 是禁军中有人做内应 带他们入的宫 如今 这些牵连之人 都已经被关押起来 等待太后处置 好了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惠后 公子 微臣惭愧 没有杀掉芈月 只是重伤了那义渠人 怎么老是失手啊 那个义渠君 多次坏我大事 早能除掉他 就好了 蒙敖和属下被抓 禁军人心动荡 也说不定咸阳会出乱法 如此说来 虽为刺杀芈月成功 但若能酿起兵变 倒也是桩好事 母后 你看哪 太后 小军来了 臣协助雍大府 查本刺客的案子 查出了以禁军 头领蒙敖为首的 一批内营 蒙敖 好 白起将军听说此事气愤不过 待人为了禁军大营 抓了不少人 都捆得跟朱阳似的 说要打开杀戒全部砍头 被我和司马将军暂时拦住 眼下 先让禁军人心惶惶 情况紧急 万一发生兵变 你带了那些个被捕的军将名册吗 这就是 传我的话 召集首尾秦宫的禁军将士 到宣室殿前聚合 我要殉敬 可是太后 怎么 您前几日刚刚遇上刺客 眼下这禁军里头 一定还有谋犯者 禁军当中 肯定还有勾结朱公子之人 但不会整个禁军都靠不住 鼠辈只敢暗中下手 而整个禁军军事列阵 五人为一五 五五为一两 四两为一族 五族为一旅 五旅为一旅 五旅为一师 五师为一军 每个人周围都是四个人看着 任何人有一点易懂 都逃不过别人的眼睛 想在禁军当中行刺 除非他是疯了 或者是急着自寻死路 所以用不着担心 是 拜见太后 拜见太后 解开 拜见太后 解开 解开 太后 对 诸位将士 我问你们 你们为何从军 当兵吃粮凌饷 再请国当兵有前途 当兵吃粮凌饷 再请国当兵有前途 好 魏冉将军 你不必带他们回答 听声音 明明都是口不对心 你们 为什么要造反 让你环卫于大王 请回甘相 与朱公子罢兵 朕当中 就真的有违天意 嬴华甘茂等人的主张 就真的这么受人拥戴吗 你们当初当兵 必定不是为了造反 你们沙场浴血 卧兵长血 千里奔波赴汤蹈火 为的不仅仅是效忠君王 保家卫国 更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 让自己在沙场上赠来的功劳 能够应急佳人 为了让自己能够建功立业 人钱显贵 是 是 也不是 今日站在这里 都是大秦的佼佼者 你们是大秦的如光 是大秦的倚仗 是 也不是 是 我大秦 曾经被人称为虎狼之师 令列国闻风丧荡 可就在前不久 五国陈兵寒谷关外 可我们却束手无策 任人勒索宰割 这是为什么 我们的虎狼之师呢 我们的王军将士呢 都去哪儿了 大秦的将士 曾经是大秦的荣光 可如今 却是大秦的耻辱 当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 你们不曾迎敌 为国而战 却在王位相争中 自相残杀 这就是你们的作为 曾经 商君之法约定 只有军功才可受决 无军功者不得受决 有功者显荣 无功者虽负无所荣华 可有些人 就是不愿意遵伤法 要恢复旧旨 所以派人来杀我 你们也不情愿 也不想实行心罚是吗 为何你们站在了 靠祖上余音吃饭的旧族那边 自愿成为他们的英权 助纣为虐 使得他们随心所欲 胡作非为 使得上君之法不能推行 兄弟相残 私斗成封 你们的忠诚 不献给能够为你们提供公平 军功荣耀的君王 却给了那些对你们作威作福 只能赏给你们残渣 剩饭的旧族们 是吗 将士们 我承诺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所付出的一切血汗 都能够得到回报 任何人触犯秦法 都将受到惩处 都将受到惩处 秦国的一切 将是属于你们 和你们儿女的 今日 我们在秦国推行这样的律力 他日 天下 就都有可能去推行这样的律力 你们有多少努力 就有多少回报 你们 你们 可以成为公使 为上造 为布庚 为左术枕 为右术枕 为绍上造 为大上造 为关内侯 甚至为彻侯 十亿万户 你们敢不敢去争取 能不能做到 我们做 我们做 我们做得到 我们做 我们做 我们做得到 我们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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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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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有罪 请治臣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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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罪 但你们敢于认罪 你们个个都是勇士 我此刻不治你们的罪 我要你们 去平定内乱 去沙场上将功折罪 做得到吗 臣 做得到 臣 做得到 我们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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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杭茂去了雍城 是 蒙茂将军出手 说杭茂是刺杀太后一案的首犯 所以她就仓皇出逃了 去了也好 太后此言何意 杭茂是朝中老臣 数大根深 若留在咸阳定会不甘寂寞 时时煽动朝廷故旧与我们闹事 让咱们眼前不得清静 这下她走了 倒是成全了我们 甘茂此人自命不凡 而芈姝与公子华之间 本来就貌合神理 如今又添了个甘茂 只怕他们勾心斗角的机会更多了 这样才好 眼下我们先不攻打雍城 司马将军 朕命你领兵南下平定巴蜀之乱 遵旨 魏将军和白将军 我要你们分头去平定那些 在咸阳周边趁乱聚集起的 小谷散兵游泳 我要咸阳百里之内安然太平 臣领旨 至于那些各立山头的公子们 平日里他们只懂得争名夺利 却不知守望相助 恨不得少一个人就少一个对手 等我们整肃完内部准备好粮草 再一一收拾他们绝非难事 太后 魏夫人她出头了 什么 她跑了 她在企图混出咸阳城门的时候 被守城官兵抓住了 你们说说 该对她怎么办 幸亏抓住了 有魏夫人在我们手里 婴华投鼠即弃 也不敢过分造词 甘茂去了雍城 魏夫人也想去雍城 看来这雍城真是个好地方 去 带魏夫人来见我 是 太后 魏夫人来了 见着太后 还不下跪 见着太后 还不下跪 还不下跪 不必了 不必了 沐昕 在 给魏夫人烹茶去 是 你已经抓到我了 要杀要挂随你脸 不必假惺惺的 魏夫人说的奇怪 我为何要杀你 坐 你与公子华已经很久不见 骨肉相思是人之常情 只是雍城离咸阳路途遥远 四乡因兵乱而匪贼横行 魏夫人 只带一个奴婢便上路 未免考虑不周 至少 该有车马相随 侍从护送 你什么意思 朝廷可以派人送你去雍城 送我去雍城 对 公子华是我大秦难得的人才 又是先惠文王的长子 只要魏夫人去了雍城 劝说他解散叛军 恢复秦法新政 一切就都好商量 怎么好商量 让他以江山社稷为重 归顺朝廷 我和大王可以既往不救 不费称号 不夺封地 唯以重用 怎么 魏夫人 你不愿意 臣干冒 拜见惠后 好 干相快请起 我等苦盼干相 如盼甘林 如今得到干相前来相助 实在不胜欢心 芈月 要将大秦带到衰王之路 我们两代先王恩惠 不能不站出来啊 干相所言极是 那芈月倒行逆施 你我当然要同仇抵抗 去 给干相上茶 是 是 请 惠后或许不知 与我前后脚来到雍城的还有一人 谁 公子华的生母 魏夫人 他怎么来了 谁让他来的 公子 母亲 孩儿不孝 让母亲受苦了 华儿 快快起来 快起来 华儿 母亲 母亲逃出咸阳 平安到达雍城 真是孩儿的幸运 皇儿这话错 母亲 是被王军的人马 护送到雍城的 芈月 是啊 她送我来 希望我能说到你的罢兵 归顺朝廷 你答应她了 我当然答应她了 母亲喝口水 华儿 母亲一心只想见你 她就算是让我跳祸坑 我都会答应 不过我告诉她 最后结果如何 都由我华儿自己做主 母亲 华儿已经没法回头了 华儿身边站着诸位王族兄弟 背后是秦国所有的旧族 会后已经答应立我为储君 一旦攻入咸阳城 便即刻立我为王 那大秦的明日 不是那芈月的 便是华儿我的 我同那芈月 已经不共戴天 华儿 无论你打算怎样做 母亲都赞同 那就要让那慧后 尽快兑现诺言 你是先王的长子 德才兼备 军功赫赫 受众人拥戴 他立你为王 那是你该得的 有了这个名分 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带领着你的兄弟们 进军咸阳 魏夫人真是命好 别人离开咸阳 都面容污秽 狼狈不堪 看魏夫人却衣裳光鲜 气定神贤的样子 这一路上 怕是也没吃什么苦吧 会后说得对 人该吃多少苦 都是命里有数的 上天眷顾我华儿 我也跟着沾过 依微臣看 魏夫人能来雍城 也是件好事 从此公子上阵杀敌 也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了 确实 确实 由此可见 芈月能从魏夫人来雍城 那也是从善之举 你胡说什么 那芈月会有此等善心 此举 或许是来动摇军心的 军心稳不稳 如今 都是我华儿说了算 不管怎样 从这件事看 妇人之人 免不了要做舍本的生意啊 魏夫人从咸阳来应该知道 咸阳那边正在整顿兵马 筹集粮草 准备对付朱公子 眼下战局焦灼 不知诸位有何打算 想必甘相也知道 这雍城乃是大秦宗庙所在 这里旧部力量强大 对我不一向倾力支持 我们与咸阳那边 已有大小几战 各有胜负 如今 甘相也来到雍城 说明人心所向 众望所归啊 昨日和母亲商讨后 想做一件大事 听说 咸阳那边与我们 是王位之争 也是一场名分之争 母后是嫡母 而芈月那妇人的身份 却只是个八子 虽说公子稷有先王遗诏 但母后信誓旦旦 说那遗诏是伪造的 可如今 却让那芈月之子 缴诏登基误导天下 若我们也能在雍城 宣告登基 就可传召天下 号令父王的旧部老臣 倒戈 兄长得龙望重 为我大秦之王 乃是众望所归 华儿说的是实情 但此时此刻宣告登基 恐怕不妥 有何不同 你应当知晓 在母后心中 你是大秦唯一的新君 我们之所以能跟咸阳抗衡 是因为我们聚集了 朱公子的势力 人马兵力 甚至多过芈月的兵马 朱公子虽威望财德 远不及你公子华 但他们人人皆有正位之心 王位空置 可以使他们努力同心 若是公子莽撞宣布登基为王 朱公子心生不满 只怕你公子华 会成为朱公子的敌人 那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让我华儿无名无分 出生入死 母亲不必多说 你们该知道 我迎华 并非真的贪图那个王位 我只是为母后报去 不负那米八子 以伪诏发号施令 完全不把母后放在眼里 华儿为母后着想 我记在心里 其实母后也巴不得 你公子华立即登基 运筹帷幄号令天下 但母后也得为大局着想 从长计议 惠后此言诚恳 以臣之见 还是暂缓称王为更好 只要惠后在 朱公子为了示好惠后 便会听从我们 从雍城发出的号令 公子的王位也指日可取 好了 此事就商议到此吧 花儿 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 他们都是虚情嫁义 用好话来蒙骗你的 孩儿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想让我带兵进攻咸阳 我却偏偏在雍城按兵不动 看他们能怎么样